所以我们都来这一遇 心里就要明了 不能有一个杂念 一个杂念就是我念 不能圣念 圣念就是把阿弥陀佛忘记掉了 那也是我念 希望我们都能做到 像大师至菩萨的要求一样 都是六根 尽念相继 依照这个标准修行的人 没有一个不成就 不但成就 而且成就非常高 那往生西方基督世界 是没错 得到阿弥陀佛本愿价值 不需要本愿价值 也生时报专业图 为什么这六个字做到了 独舍六根 今年相继 这八个字 这八个字做到 那就是 明心见心的菩萨 在净土宗教 李业心不乱 每个宗派 名词不一样 境界完全相同 独舍六根 就是我们平常 这是从前 李老师常讲的 收心 凡复的心 这六根 阴原色 耳原深 这个心都往外面跑掉了 那独舍六根 把它收回来 阴 从四里面 回头 耳从阴深里面 回头 不听那些了 听什么呢 听这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静念相继 这个静 静是 静是 清静的静 没有怀疑 没有咋念 这叫清静 叫静念 静念 相继 是不间断 一个接着一个 这个叫 真会念 这叫念佛 一般人 念佛 所以功夫不得力 他的念不清净 他又咋念在里面 念到阿弥陀佛 还胡思乱想 正是古人所讲的 口念 弥陀 心散乱 他不是一心 他是散乱心 散乱心念佛 这个佛号不得力了 所以说 寒破喉咙也枉然 心散乱命是 换成功夫不得力了 感谢观看